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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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次 大大館的展覽 大威拉巧克力的展覽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攝影展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 那樣說 非常的好來 或非常累定的手法去拍的一個攝影展 因為我們以往 甚至在台灣 對於在中國看到的攝影的取像 其實非常不一樣 那我們知道大威在拍照的時候 他其實都會先去裝置一個攝影棚 你們這一次 還沒有看到 等一下也會看到 這一次的展覽 有一個非常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展的兩部紀錄片 那這兩個紀錄片是 展現大威怎樣拍攝他的照片 怎樣去裝置他的舞台 然後把他的照片做一個很戲劇張力的呈現 這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 一般在攝影展 都會講究怎麼拍照片的一個紀錄片 那 從紀錄片裡面呢 我們也還可以看到大威的另外一個取像 它其實是一個 很 就是你們在樓上會看到 還有NV的部分 很多有假NV的部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導演 所以包括他在拍 他怎麼拍攝 他的照片的紀錄片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一種很NV的手法 去拍攝他的紀錄片 所以他其實是 非常有趣的運用 那種所謂的 普普藝術的那種 那種性格 放在他的作品裡面 那 那 這一部分呢 等一下我們都可以 跟兩位展開學員做更進步的討論 那 首先我們就是先歡迎 兩位老師來到我們的當代觀 那 就先讓兩位老師先做一個小小的演員 然後我們再做更真的討論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下午有機會跟大家聊一聊 那個 David的冰馬一個不同的面向 事實上我們安排一個講座 不是一個 莫名其妙的事情 也不是剛好我們在那個 台北有一個 隨天國和隨老師的雕塑 所以我們才安排這樣一個講座 事實上我們在 在做這兩個講座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同點 很明顯的一個材質上面的不同點 大衛在這個展覽 他是以攝影為主 而且他是一個全球非常著名的一個商業攝影師 隨健國 隨老師他是一個雕塑家 以雕塑為主 大家很明顯就可以感覺到 一個非常完全不同的 兩個藝術家創作的兩個不同的美材 那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在大衛 對著Devitt這樣的一個展覽當中 我們來談談隨進國的作品呢 而且同時希望藉由 談談隨進國的作品 讓我們再用另外一種不同的角度 去看Devitt的創作 那我想這個是今天我們這個講座 比較有意思 而且想要探討的可能性 那我剛才講了他們兩個的不同以外 事實上他們兩個存在的 對我來說 存在很多的相同點 怎麼說呢 我覺得大家在看David的作品當中 可能可以看到的有幾個非常明顯或直觀的一些視覺的符號 或者是一些語言所表達的意涵 比如說呢 它在裡面可以看到很多所謂消費文化的符號 這些消費文化事實上就是展建在我們說的LV 那個Logo 這是一個品牌 或者是所謂的名人 我們裡面可以看到從Andy Wooho 他現在大家對他理解不僅是單純是一個藝術家 事實上他也是一個明星 還有到那個Michael Jackson 那個Mandana等等 從西方所謂的60年代到當代 甚至於說現在很紅的叫Kaka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所謂的消費文化的符號 那這個消費文化符號事實上充斥在David他的作品當中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就是說 這些我剛才說的消費文化的符號 它都是在內的當下 事實上它具有很強的一個歷史的代表意義 事實上它這個符號因為在那個當下 比如說Andy Wooho出在60年代 然後我們剛剛出在的90年代 八、90年代 它事實上都有一個非常具體的 美國或者是所謂的世界的一個政治文化所隱含出來的一個意義是放在那裡的 它本身不是一個看那裡 單獨看到一個老闆 就是一個女的長得很好的很性感的看著 我很喜歡他長得 但是它背後事實上是因為代表的是一個西方消費文化的一個特定的象徵意涵在裡面 然後第三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我自己覺得David的作品有一個很強的戲劇性 這個戲劇性事實上就有點像是它在拍照的時候它會創造出一個像是一個劇場的一個感覺出來 在這劇場的時間跟空間裡面它用了很多的道具 或甚至於我們所謂的很多的叫做Pose就是擺知識 那我覺得它把這些我們之前我說的歷史性的人物 還有所謂共同的消費的文化放到它就像一個導演一樣 就像是剛才那個副館長說的像導演一樣它把這些人放置了 是它身為一個藝術家所創造出來的時間空間 而這些東西事實上因為它的再造 或者是所謂它的用它拼貼的不同的符號 所以產生了另外一種的符號或是產生了另外一種意義 那我覺得David的作品在這裡面當中我覺得這三大現象事實上我覺得比較有意思 那這個現象事實上跟隨建國的雕塑有什麼關係呢 我可能比較快速的介紹一下隨建國它的創作的背景 事實上隨建國他是1956年出生在中國青島 然後他很快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68年的時候他12歲 然後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他22歲 就1978年 所以他整個創作的過程就是說他的青少年時期 青少年時期事實上是跟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重複的 而且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就到工廠去那個房間場去當工人 所以在他少年時代所經歷的社會主義 或者是我們事實上成為他日後創作的一個很大的脈絡 所以我們在他的作品當中可以看到一些所謂社會主義的符號 比如說毛澤東的首飾 或者是所謂的中山莊等等等等 就是對社會主義非常非常大家都很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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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很明瞭的一些符號 那在這裡當中事實上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小插句 就是其實Andy O'Hall 他在晚期的時候他非常迷社會主義 所以他畫了一個系列的毛澤東 那對於Andy O'Hall 或者是那個David Chappelle來說 事實上資本主義 或者是消費主義代表的另外一排名就是一種宗教 對於一種信念的一種狂熱 那這種狂熱他們感覺說到某個地方已經 就像宗教一樣就升華了 所以很多他們會感覺到裡面會有所謂的 所謂的性的一些符號 事實上他們在談的不是說真的是一種性 而是一種消費文化 或者是一種全民運動所產生的一種力量 那種精神它是什麼意義 那我覺得這方面的話可以給大家寫的主要是 就他個人的創作的經驗 還有他所生長的整個社會主義的一個 一個脈絡裡面我覺得他可以談一談 這樣一種跟David的一種同而不同的 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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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我會很有意思 第二個就是說 你們如果有機會去那個 周看看他的個展之後 你會發現他跟David一樣 也用了很多的所謂比較著名的符號 比如說毛澤東 毛澤東的符號這個用法 可能不只是在中國人或中國大陸 他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面 他也是全球的一個名人 其實我們之前做了一個比較有意思的 也是不是很學術的 如果你打毛澤東 事實上Google出現的那個搜查的比例 事實上是全華人 全這些華人最多的 所以在這個簡單的 不是很科學的統計來講 事實上他應該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華人 在某個程度上面 他也是一個明星 而且事實上在七八年年代的時候 在全世界所謂的毛羽霧或毛這個概念 事實上對於藝術家或文學家來講 也是一種精神上面的崇拜 那這樣的一種精神崇拜 他放到了隨建國的大陸藝術家的作品當中 他怎麼樣去使用這個圖像 我覺得整一種 我想我也可以看到 他跟KB那小跳的同或不同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你所欺負性 欺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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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很巧 來台灣趕上這個大陸藝術家 我覺得他好像是 不然的幻化了 我這個頭號資本主義的火力 就是把他這個火力跟現在的金融危機 這個火力會比較特別有意思 就是 我是 去 2019年春天我去了 然後 在馬哈頓 看到 他的 馬路上的情況 都我在 2007年 2008年去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作品 這個不同就是 我看在很多名判店的門口 才會有百多的生活 就是 其實可能在 大陸經過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活力 這個是 通過在被 攝影在反射 因為他的攝影感很快就會導達出去 這裡邊有一個特別有一個對 就是 也讓我回想起 90年代 我在 十多歲的時候 牢裡 記憶的混合 那個情形 那當然那些時候 紅色的海蝦啊 人群啊 那種 那種 極端境遇主義之下的那種 那種 激情 然後 戴衛是 極端放鬆之下的這個激情 這是一個兩極的對比 而且這個兩極的對比 所以現在開始這個 開始融合在一起 我看 反正也不用看 開始融合在一起 這是 一個烏托邦 在一個 一個烏托邦精神啊 在一個 地區 一個文化領域裡面 慢慢的消失 但是呢 它會 轉變從另外一種方式 來釋放 有時候是 會是極端境遇主義 有時候 有時候 它會 有一個晃動的 最終 它的 我覺得它 最有意的地方就是 其實 這是人類的一個實驗 人類自身的一個實驗 就是 人類 它的觸角 能伸到什麼地方 不管是地域還是天堂 就是這樣 這樣一個 白貝德描繪了一個天堂的景色 那個景色 背後 就是有點 我覺得它 拍的那個美人 那個 那個圖像 是 你同時看到了美人的 正面和反面 但是 讓我覺得 這個 它像一個聲音 它不光是正面和反面 它 有點像一個 那這都是我個人的感受 它不是那個 像西醫院 或者 女女的這種 就叫 醫生的分型 所以我 我看到這些 這些圖片 就是我 直接的感受 對 我們今天的 那個 對談 比較玄機一些些 所以呢 我們可以從 人事物來談 因為 這個題目其實看起來 本來有點難 影像的社會性與藝術性 因為要談到整個的社會性呢 其實 就剛剛 像那個 楊薩蘭說的 可能會 會談到兩邊 說 一個 一個 美國的資本主義 跟中國大陸的一個 社會主義的一個強烈的對比 可是 在那個 強烈的對比之下呢 其實我覺得 這裡面有觀察到一個 有趣的一點點 其實它已經有很多的共通性在 那 我先拉回來談一個有趣的 就請教兩位老師 一個比較有趣的議題 好 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 David的作品裡面呢 其實你會看到 他其實也運用大量的人力 因為 David他說過 他喜歡跟大家一起工作 他喜歡跟大家一起工作 所以呢 他每一部拍攝的片子 看到 第一件那個 大洪水的那個作品 他其實是藉由那個 你看忘記我在 希斯丁大教堂裡面的 那個創世紀 他摩用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西方的一個經典 古典的一個經典 然後 把他套上了 大四位假設的場景 然後 找了一堆 路人啊 明星啊 好愛 或者這些觀眾啊 大家一起來做 一系列的擺拍 那 這一系列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有趣一點 就是說 你知道在美國現在 找一個人 人力 找一個人來拍 你要給他很多的 相對的錢 很多的錢喔 所以 David說他每拍攝 一部作品呢 其實要花費 非常大 非常大的一個 金錢 投入非常多的金錢 在裡面啦 那 回來看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 近年來啊 所謂的 這些 藝術創作啊 作品也都是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 在那個以下 其實也運用了非常多 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 或者是也是相對的 投入非常多的 相當很好 力在這裡面喔 那 那 針對於 就針對於這樣的 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的 一個對照性 讓我們想要兩位老師 對這樣的一個看法 有什麼樣的看法 其實 大陸 這 這兩三年來 首先說近一年來 經濟危機 對大陸的影響 其實也沒有很大 而且 就是近一年來 這個 我剛剛離開北京了 今天北京的這個 藝術北京的這個 渦蘭會議看 好像 開始 有興奮 因為 他開幕那天 很多藝術北京的 成績量 非常高 但是 咱們最後要看 他 感覺 二話 就是今天 統計數字才會出來 他的成績量 到底是多少 因為每個畫廊都統計出來 就是說 他其實現在 又開始 又開始 恢復熱力 那麼其實 大概近三十年來 由於這個 大陸藝術市場的煩擾 那麼會讓藝術家 在製作作品的時候 開始 不受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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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個人的經驗 就是 我大概過迂述三十年 那前二十年的經驗就是 如何能找到資金的支持來 做作品 如何讓你的想法 讓你的計畫 更有吸引力 然後呢 不管什麼樣的資金 能過來支持你 但是就是 近四五年來 我發現 我面臨的一個性能 這可能就是 多大的一種 就是 資金在等你 然後問你有沒有想法 然後這個 畫廊的主持人 藝術機構的主持人 會說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展覽 要做一個計畫 你有合適的想法 我說有 那 然後你的空間職務 或可能資金量很大 他說這不是問題 就看你的想法 或者你的時間 你的想法 只要來得起我們的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 這個時候 這個壓力 本來你還把這個球 踢給對方 結果對方 或者你一個 弄大的鞋 就是 你能拿出好的想法 這時候你真是 感覺到 這個資本的 這個 這個規定 他 他沒有 不能買個東西 只是問你有想法 他自問你的 或者說是自問你的創造力 你 你有沒有好的想法 你有沒有你的創造力 這個就是 導致了這個 大陸 北京 或者上海 比較快 這兩三年 就是 多多幾個規模 越來越大 然後想法 越來越不適合 越速 對 然後變成這樣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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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剛才那個 那個 問的問題 非常好 就是 他說共同創作問題 在共同創作當中 是讓David 他的東西是 需要的 那他的需求性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他來為一個電影 還需要非常的專業的分工 他才幫忙做出這麼好的電影 所以他事實上我覺得他的共同創作這個概念 是為了專業化的一個概念 但是相反的 在中國大陸 共同創作這個概念事實上也是存在的 而且這個事實上跟他們整個社會主義的創作 事實上是歷史是 也是 因此不斷存在 因為大家可能知道最早的時候 那個藝術在社會主義裡面 是藝術是為人民服務 換句話說藝術就是有一個很強的宣傳工作 所以呢事實上 藝術家創造一個作品 創造一個作品出門的時候 他被放到一個公共的地方去 然後彰顯的是一個比如說 例如秀魂滾帶啊 或者是一個革命的題材 那時候藝術家 事實上他的屬名是什麼 顯得不是那麼重要 重要的可能是這個作品做出來之後 他所產生的一個政治的遺憾 所以很多我們會發現說 要去 誰去創作這個東西 而且通常是很多人一起創作的 那水老師他之前有創作過這樣的作品 所以我等一下想要提球 踢回去問他 他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方面的一個創作 那隨著這樣子 因為中國大陸慢慢慢慢演變之後 他們更強調的是說 所謂的獨立創作 就是我做作品 是為了自己 而不是為了這個體制 所以它慢慢從這個體制分離出來 那就像是水老師剛才說的 到現在的一個中國大陸 他們的藝術跟全球的一個 藝術生態緊密的一個緊密當中 事實上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 也就是共同創作的問題 什麼意思呢 當他們需要很快速的製造作品出來 做展覽 或者是他們作品越做越大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創作的型態也改變了 有很多藝術家 像上次我們在這裡做一個藍燥版 他在上海他有一個非常大的工作室 那他有80個人到100個人 每天幫他在工作 那這個當中 他也承認這是一個共同創作的一個概念 那除了中國大陸這個現象不是特殊的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那個日本的村道 他事實上也是用共同創作這種方式在創作 所以呢我覺得剛才這個問題呢 如果我們把它稍微理論化一點 可能就是會指向讓我們問到 藝術家的定義是什麼 到底在西方的這樣的共同創作下面的 藝術家的定義跟在社會主義 過去跟現代藝術家的定義是什麼 可是換句話說就是藝術家能做什麼 跟他們應該做什麼 那這個我想要 那個天地藝術家是你的想法 我 我 因為我在正當年 都已經過了十二年 我去年不再過 我在我剛剛過的那個系主任的時候 還真是趕上來 大概是中國 最後一次集體創作的這個機會 因為我是系主任 我要帶著全系老師來做這個集體創作 這就是接受偉東市政府的委託 為盧古朝使命 為整個抗日戰爭做的 大型的紀念堆 這紀念堆前後工作其實有三年十多 資金量也是相當大的 大概有多個老標數 大概有兩千六百多萬 這個就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廠 它署名就是中央美人標準系 全體的教授 它是 大概現在數一數 也是最後一個 社會主義型態的一個教授 然後它也是一個這樣的合作 它的設計的運用 它的能源調整 當時 我標準系一共有二十四個教授 然後就從全國特幣調整 五十克的青年標準系 然後參與了工程和三至工廠 一直都有上來 當時就是因為這個工廠 我們把它調整一個工廠 因為這個工廠 我們發現了七十八 到了七十八廠去 鋪了他們的廠長 然後 栽卡經過 在那裡 然後通知之後 我們已經開始通知到七十八廠 用了很多空間 然後 大家在做的事件 然後呢 七十八廠開始形成 當時我們這個機械合作 還是一個水高驅寵 因為我們的老教授都還在 他們不作氣 我作為一個年輕的接班人 來接我這個班 老先生他們知道 這個作作應該如何進行 大家一起討論故事 一起討論故事 一起討論故事 甚至互相討論調整 然後 一直到最後 它重點的力量就最大了 其實其中有一種愉快 就是一種手作愉快 其實有一種愉快 而且 因為沒有個人的名利問題 大家手作起來很好 就是 可惜我當時沒有問題 就是 因為這裡面 其實因為我老教授 都參加過 人力音樂技能杯的 創作 不過他們在當時 不是創作 可惜我沒有問題 就是他們當年的合作 他們是很強的 有什麼樣的體驗 所以 因為 就是 對我們這一代 這個動員稱得到 其實我們每天都在過了事情 過程 然後 來介入這個 這個人 創作的時候 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工程 來做 每個人都會來做 做 這可能跟老一代人 他們 他們覺得 是不是我的 或者預算 是有個動作 現在是這樣 現在啊 像這種類似的 比起差不多 呀 根據 大陸 還有 但是呢 不會走 但也沒有這麼大規模 大陸會拿 兩三個教授家來做 因為有些時候 一個地方的種植 或者一個公共項目 它會有巨大的規模 不是一個延長的 正 需要一個工作室 一個公司 一個公司 一個延長 這時候 是不需要 個人的屬 啊 我副集的狀態 現在 我有時候也會做一些 如果遇到大的空間 我會 冒出一個巨大的裝飾 這個裝飾 可能 我去年9月份 我做了 在今日9月份 做的運裝 大概 有兩個小的工廠 來跟我合作 包括更多的 有很多我的學生 因為他的時間 比較多 如果也很大 甚至應不應 到了心線 電子 這些東西 都是在不同的領域 這個就是沒有 沒有 沒有 所謂的問題 就是我的想法 然後 沒有 這個工程式 意義 調整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專業經驗 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 就是 住過前 啊 數據人權 不然而遇到的 而且 而 我一直是用負責的 就是 就是 藝術大本 然後 這個 具體的工廠 他就說 他只要你有錢付給他 他的勞動 不能爆算 也就可以 那我們延續 剛剛的一個 我覺得 呃 從寶寶老師聽到很有趣的一個話題 從 其實創作這樣的一個概念 也是出來一個 呃 呃 呃 所謂呃 呃 藝術家的一些呃 呃 也比較社會責任 就是他們創 他們創造力裡面的 其實隱含了很大量的一個 呃 他們自己的品牌在裡面 那 那 剛剛水老師就說 欸 這個奇奇創作 可能譬如說為了盧寇喬斯 他這邊去做了一個奇奇創作 他有可能是像是 呃 為 我不曉得啦 可能有一些人聽起來 會像是為政治服務 這樣的一個 對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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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為 為 想要服務這樣的一個事情 因為台灣前一陣子 我相信 呃 他一定也很關心一個議題 呃 就是 呃 就是 呃 那 在裡面做了一個裝飾作品 結果後來 一個政治人物認為 呃 他應該是為 南方講的人說話 所以他就去搗毀了這一間 呃 藝術鬼 然後引起了軒爛大波 呃 呃 在這樣的一個事件裡面呢 其實我們看到 呃 呃 我們知道 藝術創作品裡面其實也有很大量的這個 這個 這個藝術家 呃 他的一個 呃 呃 所謂的 他自己政府的一個社會主任 或是他有一個批判精神在裡面 呃 呃 呃 對這方面的一個 呃 就藝術家的所謂的 呃 呃 呃 政治的連結 甚至說跟社會的連結 應該有什麼一個 一個比較好的 呃 用不維持他的藝術性格在裡面 這樣的一個性格 呃 什麼意思呢 至少大泰藝術在所謂政府的眼裡 他還是屬於一個比較 呃 批判性比較強的一種旗派的藝術 然後 所以他 呃 也比較不容易出現在所謂官方的主要的 藝術的機構裡面做展示 然後藝術家的身份 所謂大泰藝術家的身份 事實上在政府的眼裡 還是比較不聽話 換句話說 也來你比較危險的人物 所以當代藝術事實上在中國大陸 事實上是 一直跟那個體制 事實上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犯體制 基本上政府 就覺得你就是 來 那個就是 會了麻煩的 那 在這當中呢 事實上很有意思的事情都會發生 呃 比如說這些當代藝術 因為在中國當代藝術 呃 發展的中 事實上跟他們在 呃 國外的推廣 事實上是 很有關係的 因為中國當代藝術 大部分都是由 有外國的機構 在推廣 然後 呃 這個歷史從90年代開始 在很多西方的著名的美術館 就開始不斷地作戰了 所以 一直一直 點變 十年以來 會讓人家有點覺得說 欸奇怪 為什麼 好像當代藝術家都是 都是 呃 幫外國人 反正跟外國人都是搞在一起的 就是說 是不是他們就是說 老實在說 中國政府的符號 然後再醜化中國政府 所以你就會看到 有很多 中國當代藝術家 他們用了很多政治的符號 比如說可能 呃 呃 那薩克爾還是用沐西或等等 然後中國 這些當代藝術家就用毛澤東 或者是 等等的 政治的符號 可是在政治的符號當中 他們可能會加上 兩股胡子啊 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大家說他們是在 批判政府或在醜化中國政府 所以有很多人開始就覺得 哦 原來中國當代藝術 事實上很多 大部分的成員 都是 他的批判性 是存在這裡的 那我個人的觀察 事實上這裡當中 事實上 也歸到了 剛才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 呃 當你把一個政府號的 呃 的 臉上畫兩片 胡子 這就要用批判嗎 那我覺得這可能就是 呃 不是那麼簡單 可以回答 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還是要回到 就是說這個藝術家 創作的一個動機 是什麼 換句話就是以個案為主 所以呢 呃 如果我們談到藝術家 或者是中國大陸藝術家 的批判性的話 我們就是要以 個人為主 但是他的整個 時代大的背景 事實上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先來 先來聽聽看那個 那個協進國 他的個案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也許我 我可以再回來我這邊 再做一點點 這個問題也比較難 我覺得比較難回答 其實 我覺得藝術家 總是社會比較敏感 這一塊 就是當這個社會 有什麼樣的病 在藝術家作品 最早會反映出來 這個社會的 新旺 這個社會的活躍 它的病態 扭曲 城們 都會在藝術家作品 最早反映出來 而且 而且 如果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 它 企圖掩蓋 或者覆蓋 阻擋 一些感覺的 被揭示的出現的話 那麼藝術家就會 更有欲望 更有欲望去揭示這些東西 其實中國當代藝術 我覺得 是從藝術家 是從藝術家 追求藝術表達的自由開始 就是 包括新潮 一直到86年的 新潮美術大展 這時候的中國藝術 其實 它是在尋求表達的罪名 就是 因為之前的壓力 過久 另外就是 很多經濟的話題 會成為年輕的藝術家 最想接觸的話題 那麼 就是一直到 一直到現在 中國大展藝術的領域 也是 不斷在 突破競技的 這種 過程拓展開來的 那問題在於就是 你 一直突破的突破競技 甚至就是在 在 就 比較嚴重的時候 到了 到了 零四 零五年的時候 就是 出現了 對人士氣的運用 或者 對 一些 鮮血 肉體 這樣的 比較 從法律上來說 比較 比較 原來比較 過複的東西 但是在各種經濟 都到了這樣的頻度 就是 隨著這些東西 轉開 就是 藝術 藝術 有一個問題 被提的時候 甚至 當在藝術圈展出 來考慮的題目 就是 藝術 它的作用 就是這個東西 藝術 它對社會的批判 它 作為一個武器 就是這樣 產生和發育的吧 如果說 如果說 以作為一個批判武器 那我如何 對武器 反正進行批判 都進入了 老人的視野 成為 成為一些很熱門的 霸出的 而且 而且 隨著 隨著 這個 市場 從手 或者說 整個中國社會經濟 這個體量的加大 甚至 中國在 國際上的角色 它 它不光 它不在 其他的國家 面對中國的時候 它不在 你當作一個 是 經濟上的 引擎 它開始要求你 承擔文化講座 就是 你能給世界 世界進攻什麼 這時候 就出來了問題 就是 藝術 除了 打破競技 擴展領域 它的建設 它的 這個 就是 在 批判社會的同時 對自身進行批判 和發展 它是如何 來進行 這些問題 都越來越 越來越明顯地 放在 藝術界面前的形成 也許這就是 這就是 改變了 零件點 但是 以我個人的 觀察 我能看 這種 角色改變 轉換 其實大家沒有信 我記得 就是去年 現在是 1968年 1968年底的時候 我 就是 到 倫敦去參加了 一個 叫做 關於中國 當代音樂的峰會 我們參加者 就是 歐 歐洲 美國 反正主要是 英國的心態特等華奇 這專家和中國在家 中國就是當代藝術的特展 中國就是當代藝術的特展 提及一家 理論家加一部分的藝術 大概雙方有 不到二十多 歐美方面有十七八百人 大陸這邊有十七八百人 在這個討論會上就是 對方很認真地提出的問題 就是說 中國當代藝術 他的審美的特性 他除了中國的特性之外 他還有什麼 專門對人類的文化 不代表什麼 那麼在這裡 當對方很認真很嚴重 而且確實都是很渴望的 來提出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中國方面其實 拿不出很確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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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 我在其中作為醫學家 我覺得 好像回答這個問題 好像不是我的責任 我那麼多的去評價 理論家 但是 他壓來了我的 我的心臟很大 我們剛剛回到 剛剛蘇老師提出來這個問題 跟這個想法 其實很有趣 我們看到 這個大衛他的元素 其實大家一看 非常厲害 就是整個好玩屋的那個 那個文化元素 好玩屋的性能 非常非常的強烈 也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 剛剛蘇老師也提出來 那 中國當代藝術家 不管他運動的時候 對人類的 對全人類的貢獻 都可以有一個 什麼樣子的一個想法 好 那我覺得這個 我們可以回來討論一個 所謂 藝術家的 所謂的純粹型 因為 我們在 德里波爾斯 甚至也很多 中國當代藝術家 看到一個很不一樣的現象 他 尤其德里的歷程 大衛第一次其實 差非常不一樣的 他先去 玩了很長一段時間的 商業設備 可是他一直強調 他的商業設備 也跟他的藝術 是體力結合的那個區塊 包括我們這一次的展覽 很大一塊的商 我們部分是在呈現他的 在 從事商業設備 跟藝術結合的那個區塊 那 藝術家怎樣維持 他的純粹性跟 他跟市場性中間的那個區隔 又應該怎樣去 我不知道怎麼去拿捏 或是 現在很多的藝術家都跨航跨界喔 很多跨航跨界的 可能其他的品牌 來邀請藝術家 跟藝術家合作了某一個的項目 那 藝術家在這中間 該怎樣去 去扮演自己的角色 這可能是我們大家說好奇 因為作為藝術家 現在大量面臨到這樣的一個 讓老師有好多的學生 可能都有面臨到 類似這樣的一個問題喔 那 又應該以怎樣的心態 或一個怎樣的角色 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就是 剛才我說的就是 國藝 就是 你 做藝術品 做藝術生產 不用支持 需要各種社會的力量 但就是做藝術家 你在這其中 是被動還是主動 是有意思的探語還是 怎麼那麼多人來到影響 這就是 我覺得是 關鍵拿來問 楊潘 楊潘 那個 子佳 水 這個問題非常好 就是說 我先 因為 大家可能是因為 Ethic Eiende 所以我先說說看我自己 就跟你們分享我自己對於Devitt的一些作品的想法 然後接下來我才會想問 那為什麼隋老師你坐過面 隋老師要坐在這裡跟我們談他的作品 我覺得Devitt 剛剛雨潔問的問題非常好 就是說一個藝術家的純粹性 或者是我們用另外一種角度來看 就是說他的 你要說他的跨界能力 或者是說他這個藝術家 他的整個藝術生涯 的整個 運成的一個過程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們稍微再回到歷史去看的時候 事實上Devitt他在 從60年代在那個Eddie World的工作時間 到70 80 等等這整個 時間他在創作的時候事實上如果 把他這個走啊放到 西洋的攝影室當中 你就會發現事實上那時候西洋的攝影室 事實上出現了新的派別 叫做寫字就是 即時攝影就是有很多的 比如說戰地記者 或者他們會去拍名等等 但是他們用的手法 就是會比較的 用黑白攝影機 然後用比較小的 1135的攝影機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在街上拍 能比較快速的抓到 那個他們要 射向那個物體的第一個 第二個他們覺得事實上 不需要太多或者是 很大的一個攝影棚 就來拍 所以他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事實上 他們非常強調這樣的一種 隨機性跟那種 計時的一種過程 那他們在做這個當中事實上 他們是為了去反叛 就是說去批判西洋 攝影是在比較早期的所謂的 沙龍就是說你要 或者是唯美兩個主要的 議盤是這樣 所以他們有一個存在的一個 避難是這樣的 那如果我們把這樣的一個歷史的 的事實 跟David來看的時候 事實上 David的做的作品 事實上 是跟這個 這個事實上 是差不多平起來的 而且我們要知道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歷史的一個點 就是說 事實上那個 彩色的底片 事實上他 如果我記得沒錯 他是在 70年代末期 跟80年代的時候 藝術家才開始 大量的 可以使用 彩色 底片 然後或者是他的 其實照片 可能是用彩色 開始來 來做攝影 所以你如果 照顏地上眼睛 你揮頭想到 要放在大部分的 這個時期之前 全部都是用黑板 所以 David他 如果我們 我們放到藝術史的 攝影師的 Mario Marvel 我覺得David的東西 事實上 他一直是在 呼應所謂純粹的攝影 只是他是放在 是一個 比較所謂的 商店 的一個脈絡裡面 同時他的作品 事實上 去看到他 用顏色 彩色 攝影商 中央的顏色 也能把握 你去看的話 我覺得 會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那 事實上 為什麼David 他 就回到我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 純粹的攝影 加這個事實上 就會變得 很有意思了 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我在看David的時候 我會比較想 就是說 那他當初 比如說他現在 他可能是一個 比較純粹的攝影 什麼叫純粹的呢 就是說 他是為了創作 創作 不是為了幫 時尚雜誌 他是幫 像Vogue啊 然後 反正你想得到的 或什麼的話 你只要你想得到的 全世界最頂級的 時尚雜誌 他都拍過 那他事實上 有點像是 幫他們在拍的 拍一個 這裡一拍可能 有分的兩種 一種就是拍廣告 比如他有一一樣 很酷 對不對 他就幫他拍 或者是他幫他拍裡面 有專訪裡面的那些 受訪者 他所謂的商業攝影師 這個的概念 那他現在的意思 我就是為了 我想要創作 而創作 而不是 好像說 命題來創作 那 我覺得 很有意思 應該是想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在他整個社會 藝術家的創作當中 他 最剛開始 事實上是 他 沒有辦法成為 成為一個藝術家 還是 他覺得 他從 商業攝影當中 學到很多 有關於攝影的技巧 或者是 概念之後 他才會成為一個 攝影家 我覺得 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 看David的時候 可能 可以讓大家 想清楚 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我現在覺得 要回到 水老師的身上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這個問題 非常好 就是說 像剛才水老師 因為我今天有點要跟水老師做對了 因為我昨天在中泰的時候 我覺得都沒有聊得很開 沒有人很高興 所以我今天要逼問他 就是說 他剛才在講說 一種 共同創作的概念 就是說如果 藝術家不屬名的話 反正的話 那一句話說 就是 立體創作就很像早期的David的話 那當然 因為你的創作的一個動機 或者的努力性不同 對不對 所以會導致於 你在創作的時候 你的付出 跟你被你自己 參與創作 你自己的貢獻 都是不同的 那我們也知道 水老師即使他現在沒有加入共同創作了 但是他還是 生存在所謂中泰美院 也是中國最 最重要 也是最官方的一個體制當中 他有時候還要去開會 換句話說 他在某個層面上 是不是還扮演的那種所謂的 正統呢 換句話說就是有點是 跟 大概雕塑不一樣的那個 背影面來創作的身分下面 他怎麼又可以成為一個 比較所謂的 批判型的藝術家 換句話說 他是不是披著 什麼 羊毛的打字 是不是 這樣子的意思 反正我終於看 大家知道的意思就好 就是 我也是非常想要帶著說 水老師他怎麼去 周遊 這兩個角色 或者他怎麼去跨點 我現在還沒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名字 因為我們還不曉得他的答案 不過就是因為 獨立這個 這個 這個 藝術在 中國的 女主佛藥 他也給了很多機會 讓我們參與到這個 整個藝術的浪潮當中去 所以他有一個 一個主席的學校 他本身有一個發展的立場 像中央藝術 他是從 二三十年代的 留法留日的教授 然後把法國的這個 意大利的教育體制 開到中國來 我覺得 臺灣大概其實也差不多 然後 不過就是十九年之後 大陸這邊又 引入了蘇聯的這個系統 於是 他就是 變成一個 一種 有社會主義 造成的 這種 寫實標準的 體系 其實就是 這個系統 從法國 意大利 然後佛羅斯 過來的這個系統 它其實一直也是被 中國的社會 在改道 它有一個改道系統 大概就是 一代一代的人 一代一代的教授 一代一代的 很老到年輕的 標誌家 那就是 我覺得我是在 擔任系主任 這個過程當中 參與的這個改道的過程 因為 這一個學校 它 應該說是 一個民主文化系統一部分 它不光是屬於一個重點 所以這個系統是在 是在主題的現實當中 逐漸會變化的 在這個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 如果我有機會 參與到這個系統的改道 或者說 那我就 應該 就有一個 異不容辭的責任 就好像 反正這個 當代管 其實 它的 從力 是跟 當年的 台灣這邊的 實在背景有關 在之前 台北這邊 也會有不同的 美術館 甚至 公共的 藝術環境 工作 它其實也是一步步這樣發展過來 我記得 我在 2005年的時候 我到這邊參加這個 從事 從事大學 一個 一個 叫做 建築 城市建築 研究所 做了一個 兩岸分立的研討會 就是 關於公共藝術 我當時印象特別深的就是 台灣這邊的 文件會 文件會 或者教授 反覆地在華年中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建構 就是 台灣這邊的 藝術 或者公共藝術的發展 它是 一方面在破壞了舊的系統 一方面在建構的新的系統 這個 破壞一個建構的系統 持續的過程當中 作為 台灣當地人 應該有一個 就是說 我在 破除舊的東西的時候 新的東西 應該不停地建構起來 而 在這過程當中 建立一個 自信 不只是跟在 比如說 歐洲或者美國的後面 然後覺得自己 你們也不行 因為我們厚化了 就是 我覺得 要這個是 因為對我來說 這個新概念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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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邊就是 都一直壓我 其實破壞了比較多 啊 不斷地衝破 救出這個處 可是其實我 我做這個系統 任務的時候 我總是想 盡量的建構去 適合我影響的一個 教育系統 那 我 大概 花了三年的時間 過準備 就是調查 郭美的 他的教育教育系統 然後 看整個亞洲 日本啊 韓國台灣 這類的教育體系 是什麼樣 我都擦股 然後 又花了兩三年的時間 把它建立起來 然後 還有這個 兩到三年的時間 我要維持它 就是說 我都為信徒人 我得坐在這個地方 讓我建設在這個系統上 不要被破壞 不要對別人轉過去 因為 它有往前推的力量 也有往後轉的力量 有人會覺得這個新的東西 我不習慣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老的權利就不管命了 你這個新的系統 我怎麼看得不順利 它就會有各種力量 會發到往後轉 那麼 作為音樂系統 我有這個權利 我坐在這兒 於是 它就要 把我的心願去運轉 你看 前後大概有 十多年的時間 就是 我現在回頭看 某個教育系 其實已經見從了 它的教育系統 大概跟日本 韓國 台灣 拿平衡一起 而且 它作為一個平台 其實 歐洲 美國 或者亞洲 各個國家的 教授 或者藝術家 都可以在教 展開教學 看教育 訪問 然後 甚至我回頭看一看 這十多年 我把這個 教育系的教育隊伍 已經變成了 我覺得幾乎是 亞洲最強的 一個隊伍 就是從這個 衛生學院來看 這個 就讓我覺得 其實 這十多年的時間 就 沒有排費 就是說 其實 這個建構的概念 它不知不覺 就出現了 出現了 出現了 那 但是呢 因為你是在一個 一個 固定的系統 它已經 有六十年的系統 是吧 全四十年的系統 這個系統 它有過性 你要不停的 去跟它 去周旋 你要 提出自己的想法 說無緣 接受自己的想法 然後 同時 你還要 讓它不會 不會 這個 轉回去 或者 修改 這個 你就得開會 你還要 這個 去 把自己的想法 灌入到 每一個教育的身上 甚至是學生 甚至學生 他也要適應新的結構 這個 但是 隨著時間的 延續 這個 學生一代代 每年一屆的學生 畢業 和 進入 像流水一樣 過去 然後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 現在 就算比較穩定 這就是我 我的 這個角色 但 這個角色 我覺得 有的 在大陸 有的朋友 都開玩笑 說你這個 做西主人 改變了標誌系的 教學系統 好像 本身就像 行為藝術 反正 這都是開玩笑 但其實我覺得 它 算是 我 我 在為我自己做事情之外 規定社會 或是 事情 好 那 我看到 水老師 他在兩個星邊 不過剛剛水老師提到的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關於 文化文書的事情 因為我們 近期間看到 水老師很多的作品 其實都是在跟 巧克力去做對話 在現地去做製作 與其他的雕塑的作品 除了大家之外 其實我覺得跟 那個 在地性的對話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那我們知道 大概在這個 捷運站的沿線 其實也做了 請了四位台灣的藝術家 去做了 世界的公共藝術 四組的公共藝術作品 那 近幾年來公共藝術在 兩岸其實是非常發燒的 一個議題 那 那 就這一點 我們就想要 回來請問水老師 就是說 他在做的一些 屬於跟公眾 因為包含戶外 很多都是跟公眾對話 跟公眾接觸 接觸 接觸量 其實應該是非常繁大的 這個作品 尤其我們現在 戶外還有一件作品 是雅雅和領導師的作品 大家看到那個 黑色巨大的台灣 也是在外面 類似這樣的一個 跟公眾直接去做接觸 直接去做對話 的創作的時候 水老師一開始 這個想法 這個起點 通常我們是怎樣去思考 這樣的問題 其實這個 我現在 我大概有 相當長一段時間 就有點拒絕 拒絕通用意 就是 因為 我說這個拒絕通用意 就是 在大陸叫做 城市標誌 那麼 要是 用我們標誌界的行話 來說說 那叫太標 為什麼叫太標 太就是說 你是用它來 換太標 對 只是算強 就是說 你要是做這樣的 參與這樣的項目 就意味著 你可能 你的想法 會被你剪割 你可能不做不 做一些妥協 但是那 最終你能 換來一些資金嗎 啊 所以就是 我處於一個 比較保守的狀態 就是 永遠不去 參加這樣的項目 然後呢 就是 你至少 可以 把精力搜出來 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好在就是 這些年代 真正 走入到 其實 藝術家 按自己想法做的 一些資金 其實是 越來越多 就是說 其實市場 越來越辛苦 當然是 藝術家 一定會 一定會 但是 但是他這個狀態 比做成交 但是呢 還是有些問題 你是逃避不掉的 最近我正在給我的學生上一個課 就叫公共藝術 因為標準總標上的公共藝術 環境很不去 那麼這個課程 在一般的我們的老師來上的時候 大概是老師要假設一個公共項目 然後讓學生按照 自己的想法去做創意設計 或者老師會找一個 這個 真的想 這個想法 假設有人真是願意 出一部分 一定 給學生的一個機會來做 那麼學生就是 想當一個真的 這個 公共藝術行業來做 那我現在上一個課 我是覺得 其實也還是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我這個課程就是 叫做 從事裡的游擊隊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團派藝術家 你面對從事的公共環境 沒有人付你的錢 因為你的想法 有可能別人不接受 你來 怎樣來做藝術 我定了幾個原則 就是說 首先 我劃定一個區域 就是我學校作為這個網球地區 所以說你就在這裡面 來考慮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 所有的設想 必須真正的實現 你要不能找到自己 你直接來實現 或者你自己完全就 有錢 容易來付這個錢 你就來過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沒有錢 你想辦法 用最貧困的方式來實現 兩年前我上了一個這樣的課程 兩年前我上了一個這樣的課程 現在我 我也自豪趕對我進行這個課程 我學生其實很隱蔽 因為他 他就 他確實能根據自己的力量 用最原始的方式 來把自己做 就放到公共遺史回去 就是說 這種可能性 其實 一直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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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現在 對公共遺史的唱法 很緊張 越來越多人留下來 很緊張 好像 好像不好笑 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問題 還是沒有人笑 好 不少爸爸 那個 我還是覺得這個問題 很好 什麼意思呢 就是 看到David的時候 我也在想幾個問題 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 他作品的一個尺寸 大家等一下進去看的時候 會發現 或者已經看完 發現他的尺寸 事實上好像都很大 為什麼看到這麼大 如果大家在注意看的時候 他在構圖當中 事實上 我們用比較專業的 那個 那個 的 語言來說 事實上都是比較 所謂的三點透視 都不是所謂的 那個 perspective 就是那個 叫做 透視法 事實上 在那個西方的那個 圖像理論上面 有一種說法 事實上還蠻有意思 就是說 如果你在 在一個 一幅畫前面 如果那個幅畫 用的是透視法畫 事實上 他就在圖面上面 創造一個空間了 所以當你看這個畫的時候 事實上 你的 視點剛好會放在 那個透視法的 最遠的 那個 小視點上面 你感覺你就進入了 那個畫裡面 所以他們 事實上在談的是一個 當你在 一個觀者 就是你在觀看 一個藝術作品 然後你跟他的時間 跟空間的關係 還有說你是怎麼 被這個作品所 掌控的 那 這個東西 為什麼跟Fabby 有很大的關係 事實上也是他的作品 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 你會發現他的尺寸 非常的大 而且 因為他上面 沒有一個 非常具體的 一個透視點 所以是讓你的眼睛 事實上是 游離在他 他的 作品的 所有元素裡面 事實上你一直在尋找 一個讓你眼睛 更疼下來的地方 那 這就是 這就是藝術家 他用這種的技巧 事實上也不是Fabby 他發現的 事實上在 他之前也有一個藝術家 使用這樣的一種技巧 那 他使用這個技巧的目的是 什麼 事實上就會 讓你感覺到 你被吸進去 那在英文裡面 他有一個 特有的一個 字叫做 Upsor A-B-S-O-R-E-P 他說你得你被吸進去 他不知道說 他藉由這麼大的尺寸 還有可以空間 構成的運用時候 讓你感覺到 你進入了 所謂 時尚 或者是消費文化的 那種的 情境當中 所以那個事實上是 David他有很多 就是說到了 剛才那個 宇薛說的一個 尺寸的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 先要跟大家分享 他的作品 第二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大家都 知道是說 什麼叫時尚嗎 時尚 當然我們這裡有很資深的 記者在外 都不問好多說 但是時尚 我們也有很多的 的說法 或者是定義 但是 對David來說 他比如說 他這次參展的作品 有些作品事實上 都是他之前幫時尚雜誌所拍的 那他因為幫時尚雜誌拍 所以是讓他呈現 或者是刊登這些作品的地方 事實上是雜誌 第一個他是雜誌 第二個 他發行渠道 或他讓觀眾看到的方式 事實上是書本 或者是在所謂你的生活裡面 那 這裡會很有意思 什麼意思呢 就是 我們今天看到這些東西 他被改了尺寸 他被改了展覽的形式 而最重要的是 他被放置到一個 純粹的藝術的機構裡面 所以當這些條件改變的時候 事實上 他的重點意義 就有改變了 那其實這裡 又回到現在我們討論的 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商業攝影 跟所謂的藝術的純粹性 因為你在談論藝術的定義 或藝術的純粹性的時候 很重要的是要看他怎麼跟觀者發生關係 在哪裡發生關係 而且他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被展示的 所以我覺得David的作品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或者很重要的一個意涵就是 他把他的很多的大量 他之前的創作 或者是他之前 比較習慣的工作方式 從所謂的生活 也是所謂的雜誌 或者是 那個 時常的一些 的活動 所以 比較 比較 鋪的面 比較廣的 比較傳播性比較強的 把它 放置到一個 所謂的 比較讚的 藝術機構 然後 在這機構裡面讓人家看到他的意義 然後 那我這裡是看到的 是跟隨見博兒的作品 事實上是一個 極大的差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剛才在剛開始的時候 跟大家一直在說的 因為在中國 就是 大陸的雕塑 事實上 他比較沒有 他 因為他 出身就是所謂的政治性 他被放在一個所謂的 公共環境裡面 當中 所以他 一放到公共環境裡面 他被賦予了 他自己所謂的政治的意涵 或所謂他的公共性 所以事實上 這個公共性 我們可以理解 是所謂的一個機構 那 可是現在 隨老師 剛剛來講 他帶領了很多的學生 事實上也就是說 怎麼把這個公共性 用比較稍包的字眼 隨便 把它給解構掉 回復到 他所謂的生活性 換句話說 就是讓雕塑 變成是人 生活當中 都能接觸到 同時間 他的政治性 事實上已經 消失掉了 所以我感覺到 這裡有一個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個 轉變 隨老師是從所謂的 公共變成性 生活 然後 代表的選票 算是倒過來 所以我覺得這裡 好像 還蠻有意思的 把我自己覺得 沒問題 很多 很多 在歷史上很著名的 戰場 或者一些重要的地點 重要的匯迷力 等等 我們藝術家 可以選擇 不同的地點 來 做主題 這個 當然我也 我覺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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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出了藝術的範疇 它跟歷史跟整個社會的發展發生的關係 然後我說我也要參與 但是呢 就是你要選擇一個地點 我是聽說在延安有一個農民教學家 他是一直在做華盛頓的形象 所以他用藝術來做 他是完全是沒受過去年 但是他就是註定 他自己本身就是延安一個國館的一個展現員 然後他就 由於延安點擊力不一定 所以他就用民宿來做華盛頓的產品 而在當地很有 那我說這個 我對華盛頓其實也有一種解釋 開一個解釋 開一個解釋 我願意跟他做一個合作 因為我是學院派 他是絕對的素人藝術家 然後長中這個 理論道效果就把他找來 找到我的學校的時候 你看 學校是想做一個合作 我就跟他講 就說你做的毛主俱 雖然因為他用藝術來做 而且他沒有收過專利訓 他做得都很小 但是永遠是毛主俱在招手啊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那個副下 不過他用比較右上的民間學法 重新做一遍 而且尺度比較小 我说我跟你的合作是希望在我喜欢你这个明天的时候 但是呢我希望咱们俩的合作是这样 我对毛衣服的看法 就是我希望咱们合作要做一个睡觉的毛衣服 我的设想是如果艺术家的长风走到了岩 我们要在沿岸的窑洞里展示自己做的 因为我说这个其实毛衣服你把它做成一个神 永远占能着手之一的重头的方向 但是我经过我的人生这么多年 特别对我自己从青年到现在的思想有转变反省 我觉得其实毛衣服就是一个人 他也要吃饭还要睡觉 但我希望做一个毛衣服睡觉 这个在所有人的照片 电影 从来没有见过毛衣服睡觉的现象 这个东西到底啊 他一开始接受的 他说我这不行 他在刚刚习服当中毛衣服面前 后来他沉默了很久 大家都有想在进入我们的谈报 他面对进入我沉默的分钟之间 最后他说可以 他还是很想给我 可以 那时候就去 他说其实是错 也有盼望 可能可以毛衣服 也可以忙干 然后我们就实验 这样的一个时候 那么这个 我说这样 就是你坚持你的想法 我坚持我的想法 就是你把毛衣服当神来看看 我把毛衣服当一个人来看看 但是呢 我们个人保留个人的观点 都在这里走过 最后我已经走过了 可惜就是 长中走到了 尊义之前 因为这个 他在尊义做了一个 超严肃的讨论 在真正的历史当中 长中有了尊义之后 反而有了明确的发现 但是 我们的长中 到了尊义 出去发现 于是 大家一次任务 我们应该把 下一段长中留着 待着我们想清楚之后 再开始走 于是就停在了尊义 那么这个作品 就没有机会被蓝蓝展出了 那么他就见识了 我的另外一个落策 但是就是 通过这样一个落策 我觉得 他赤膀了我很多心理性质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生日五十年代 我从一个 对毛泽东 就是他很想做到一代新人 按照他的方式来教育 来成长 这一代新人 我应该是这一代新人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 做了 做到了这个睡觉的毛泽东 我终于从他的 这个影响下 就是 解脱了出来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一帐 两个人之间的帐 算清楚了 于是我可以轻松地上 做我的运势 要不然 他一直纠缠 就是我跟我生长的这个时代 有点进去 因为 我觉得我 由于 生长在五十年代 由于在我成长的年轻时 遇到了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该学习的时候 我没有上手 然后这个 或者该谈天爱的时候 我也没有谈天爱 总之就是 我的人生变得不正常 就是说 我甚至觉得 我到了 四五十岁之后 我还觉得 我的艺术 开始 开始有见出我 我自己的艺术的想法 他不是在我二十岁的时候的时间 我二十岁的时候 还在想 我如何度过我们一生 我作为一个仿场的工人 我怎么办 他 我说实话 我有点把我的责任 追到我们的身上 就是说 你都是他到处来的 但是 通过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我认为 我能讲清楚 就是 我遇上了文化工的时代 就像 一个波兰 或者一个犹太人 遇上了 二战 或者像一个美国的 所以他遇上了 越战 他就被 送到越南洪林去 面对一队 每个人的人生 都会有很多 偶然的因素 使你不能 好像变成一个 正常的人生 因为 大家脑子里总是有一个 正常的人生 大概什么时间上学 什么时间上学 大学 然后结婚 退休 那我 我承认 其实没有一个人 有那么一个 标准的人生 所以我的人生 其实 就是一个人生 他是我的人生 所以 其实 我的这个作品 我的 以这些机会来说 做到我的实力 非常难做的人 我刚才发现了一个 还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反正什么是对我 都蛮有意思的 那个孙老师是 出生在1956年 我没有确定是几年 有谁可以罢了 六七年 1967年 1967年 好 没事 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是说 就风格来讲 因为我们在谈那些 我们刚才其实在谈了很多 都是共同性的 我们适得要先谈到这两个 创作了在不同的年代 差了十年 创作在不同的国家 一个是在 美国 一个是在中国大陆 北京 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甚至于受的教 艺术的教育 艺术的教育 还有他训练完全不同的艺术家 我们试着 一直在谈他的 共同性 当然当中我们会发现 很多的共同性 但是我们 谈到 快结束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也谢谢张泰国 还有各位 观众经验的采文 我觉得那个意思是说 两个在这么大的 差异之下 事实上他们的共同性 就风格来讲 一个 Darriot大学朋友 对我来说 是看起来很现实 但是事实上它是非常的超写实 因为它藉由写实的一些元素 去创造出一个超写实 就是Darriot的一种场景 可是 隋建国的东西 好像 事实上 你看起来是写实 但是事实上也是 超现实 超现实 因为你看到毛泽东的形象 是这么真实 我刚才就在想说 我刚才做了毛泽东一辈子 我忽然想到说 神 会睡觉 反而他觉得他做不出来 那我觉得可能是在这样的两个 有不同的一种创作的一种提示下面 一个所谓的 资本主义 一个所谓社会主义 创作不同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 反而有些相同性跟差异性 事实上是对我来说 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老师也陷入了五分钟的诚实 好 我们回来谈一个 应该还有一点点时间 还是要先开放大家提问 因为我们等到全集要开放半场上 大家提问 那不然就要回到我来先问吗 好 有吗 有吗 嗯 嗯 其实 我一直在思考 因为 我们 当代表来常常说 我们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实面性的一个 一个美术馆 所以 当艺术家来到我们美术馆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空间的时候 他就会回去想要做一些很多不一样的实面性的东西 包括Danny's Joey 你们走到上面 你们会看到 他开始做完立体的东西 做完时尚的东西 那我们先不论说他玩得好不好 至少他是开始 当他回到一个艺术家 比如说跳出所谓的商业社 诗讲的一个概念 他认为他有很多的可信性 所以他开始去做更多的那个 所谓的实验的东西 那 可是隋老师就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 你知道隋老师的东西是非常的多变的 他的他的创作名才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变的 那我不知道说 以隋老师来说 就是 你们常常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想法 那个创意 或者是你选择素材的 选择每一台的那个想法 都是依怎样的一个 有没有邏輯 有没有邏輯的那个脉络性 去发展的 把这个问题再发展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刚才谈了一个时尚 因为这个小朋友还是时尚 或是商业社 所以我们在台上很多批判 其实包括了 我附近中 一般附取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问题 很有意思 实际上 一个最简单的概念 是他前卫 就是事情可能还没有到 其实他父母 他还是 他说 就我们还没有到这里 他先给我们一个未来的 或者是可能一个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前卫 就是还没有到 所以他会产生很多的形式 或者引力很多的一种价值观也好 也好 可以在Devitt & Chappell 就能看到 同之间 所以刚才那个林伯官有说 他会使用很多新的媒材 但我们在楼上看到一些 用制作的那种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如果我快速想一下 如果我记忆没有说 基本上 我的印象中 还没有一个当代的艺术家 来弄这样的材机 也比较有意思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 可能对Devitt 拿学朋友来说 他自己 在做的当中的时候 不仅是一种实验 同时实际上 对艺术 大代艺术家来说 也是一个所谓的前卫 那回到 那个崔老师的作品当中 我就会觉得是说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很多的批判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拉回 什么叫前卫 那 对大代艺术家来讲 你们的心目中 有没有一个时尚的概念 我的时尚概念 不是说你要去背一个 Prada的背包 或者表面的包包 我的意思是说 在你们讨论 就是你们想 创作题材的时候 或是你们在 创作的方法之后 你们事实上 有一个时尚的概念在里面 比如说 以前流行的是写词 写词不行了 就变成超限词 超限词不行了 就乱七八糟 所以现在又复古回来 写词 就是在你们创作的风格 跟手法当中 你们自己有没有 所谓的时尚在里面 我看艺术家 其实 他确实忠实 你内心的感受 或者内心的召唤 如果你随着的时尚 对着潮流来挡插 那你永远是被动的 如果你是按照自己的 你继续要求来发展的话 你可能会被时尚抛弃 可能就被潮流了 大概后边 但是社会毕竟是有潮流的 而且时尚本身 这个词他就决定 那是语实的 所以他还会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去 所以艺术家大概就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然后要耐着出寂寞 也许有一天时尚 站在我们这个地方 然后你就变成了时尚 但是这是最理想的传言 也可能这个时尚永远没到你的面前 就像凡高的一样 他一生中就卖出了一张画 我从今到荷兰的凡高女士馆去参观 就是如果凡高没有她的媳妇 就是那个Tiol的夫人 这个夫人很坚强 就是他一个人凡高的所有资料都一起来 然后一点一点去追往 让别人知道去感动 就是如果没有 就是如果没有 他这个地形就是凡高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他没有遇到时尚 在他的有生之年 时尚没有到他的场上 但是他其实还是 他的做出战胜了时间 或者战胜了时尚 所以我的观点还是觉得 艺术家其实要遵从内心的不安 其实我觉得包括Tiol 其实他有这样的辅出 对不对 他曾经非常波长地在工作 但是有一段时间成绩 现在突然辅出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辅出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其实跟2000年以来 中国当代艺术或者亚洲啊 南美洲啊这样的艺术潮流的热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的整个手法 他们描绘这个景象 虽然他愿意有一些清理教的景象 但其实异教的感觉是弱的强 异教的感觉是弱的强 我觉得他很像 我在东中美国的文学作者当中 读到他们描绘了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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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 比如说 冬冬靴啊 或者是 鲁茶啊 他们所描绘的那些 就是有个人的具体 味道的地方 那种味道 我有一种感觉啊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 在建筑这个潮流 有做出事 这个有艺术 对于是这样 他大概在四年前 五年前 他决定 决定离开一个市商圈 那其实他经过的人生非常大增长 他可以直接讲 比如说他当商业社会的时候 他可以赚很多的钱 可是当他决定要离开这个圈子呢 他如果回到艺术家呢 反而是回归平安的一个生活 因为他 他就问他自己的一件事 因为以前呢 他拍完的照片 他直接就可以丢到杂志了 大家却不要啊 可是当他拍的第一件作品 是为了艺术而拍的时候 他不知道应该把作品 送到哪里去 他不知道他的作品 应该 谁要来看他的作品 谁要来欣赏他的作品 那我相信 很多的艺术家 一定要面临这样的一个争扎 当然或许现在 中国大陆的艺术家 比较 比较难以体会的人 因为 全世界的目光 都其中在中国 那 本来 欧美很多的艺术家 他们现在 开始念到这样的一个挣扎 他说 所以他 当他开始拍摄了一件 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的时候呢 他本来开始 心里内心 内心开始花了 他们想说 作品应该 去哪里再来 不晓得应该拿给谁看 应该到哪里去 能不能以此为生 能够再继续修成下去 不过他还是坚持这样的创造 我想这可能就跟薛老师讲的 就是说 艺术家有时候就必须要回到内心去 听他自己内心的一个召唤 那 刚好在 在 这一段期间呢 他也很期待 或许 因为听了内心的召唤之后呢 上帝就给他另外一条路了 很好 所以他开始走向一个 俱馆啊 涌桌展览啊 这样的一条道路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哦 那 我想今天我们 回到最后一个议题 一点点时间 回到最后一个议题哦 就是 最近以来 在全球呢 都有一种非常大的热闹 叫做文化创意 这样一个产业 已经到产业 应该说 当代艺术呢 这几年来也是靠产业 才能够这么样的蓬勃发展 那 那 进入文化创意产业 其实文化创意产业 跟大概艺术的 其实又很难拖 拖累了两个关系 你知道很多人也想把 水耀斯 比如说是小小的 不管是公仔 或者是黑公仔啊 或者是那样的 这些产品啊 让更多的可以拥有 那 或许 有更大的渲染力 那 为这个议题呢 就仅扣得到 NMC 时尚的摄影师的超常 超常摄影师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谓潮流 我们讲一个概念 那 我不知道说 从策展人的角度 或从艺术家的角度 怎样看这样的一个跨领域的结合 或者是 一个新的 我们所谓 艺术的一个新的想法 一个新的领域 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把它安成今天最后给你 那个 这个问题 又很有意思 那个 不好意思 那个 这个概念 事实上我们说的 衍生商品 可能就是对 艺术家 他们所谓衍生商品 或者他们跨界 事实上这个跨界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它事实上是从 50年代左右 而且不是从艺术产生 是从汽车产生的 就是 福特汽车 他开始要做一款新的汽车 他就想说 那我 那个 要卖的更好 因为大家知道说 福特汽车就等不是 我 因为 美国有的公共资料 在我们的车厂 就移出 就是 Line的微信就被闹不开 所以他们就找了说 那我怎样去 创造一个更有意思的外形 所以他们就找了 设计飞机的 所以就开始在福特的车子上面 有一些 类似 汽车的那种 比如说 那种做的就是 不是做正题 反正的造型 就做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事实上 所谓的Crossover 所谓的跨界 就是说 从车跨到另外一旁 事实上是从 就历史来说 从里面来就开始 然后一次点 点变到之后 大家就会知道 很多Crossover就开始进来了 包括 在我们现在 都很知道 比如说 有一个艺术家 设计的一个 酒瓶 那酒瓶本来就不是 一直在做的事情 它是一个设计 酒瓶 这个人 它事实上是一个 转眼的人所设计 等等等等 所以 我们 就 那忽然间 这个东西 其实50年前就有了 可是现在忽然 变成一个 超常的概念 跑出来 然后 所以我要先 讲这么多的意思 是说 Crossover或 跨界这个概念 事实上 早就存在西方 很长时间了 另外一个 我们在讨论这些 概念的时候 我觉得要稍微小心一点 另外一个 叫做衍生商品 衍生商品 衍生商品的意思是 比如说 像最有名的人 就是Eddie Wall 它有很多的 形象 然后比如说 马力尼蒙鹿啊 或者是 那个 毛河东的形象 人家觉得 这个形象 放在它的 纯粹的创作的 这个画庫里面 画庫里面 事实上很有意思 所以他想说 我可不可以把 这样的一个形象 应用在其他的 商品上面 比如说 那个 毛巾啊 或者是 卡片啊 等等 那我们更 在台湾比较习惯的 比如说 就是荷兰南推出的 饭糕 在信用卡里面 上面也有很多 饭糕的一些 形象 那个东西 在我们来说 叫做衍生 为什么衍生 就是 就是顾名思例 就是 原来是东西 衍生出来 然后我说 另外一个 跨界 跨界当中不是衍生 因为它是 两个不同的领域 合宅一起 创造一个 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想先 在谈 那个回答 比较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还是 先把 在谈的东西先 搞清楚 我觉得 David & Chappelle 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 比较像 跨界 不是衍生 那 其实我刚才回到 那个 我觉得 那个 它 指的那个作品 其实我 我自己 想了一下 就是 我觉得 为什么David 它要用那个 指的作品呢 当然 理论上面可以谈很多 但是 我觉得 第一个绝对不是为了 生命肺 好像 用那个 比较轻 比较便宜 身处在的一个 创作环境比较有关系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去看电影 去花纳威秀看电影 我们在进电影的时候 常常看到一些 六指做的一些 电影的那些 呃 海报或者是 那 那个东西本来是 放在的是一个 比较简便的 因为那个东西 快速的制作 所以 它会比较有一个 好的效果 所以又往他那边 所以事实上 它的创作目的是 可是 那David 因为他在思考一个 像米杰说 他在思考我怎么 成为一个真正的 艺术家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想到 是想说 我外面都有身边 比较熟悉的一些 表现的形式 来做创作 所以他把那个 我没有跟他做 一个例子 所以我不晓得我想 是不是对 所以 我觉得 我可以看到是 这两个之间的一个 一个结果 我觉得还满有意思的 那 呃 如果是要 有薛小师的话 薛小师的话 我觉得他目前为止 他做的作品 他自己会说 有衍生商品 比如说他有很好的 那种恐龙 他有做了一个 系列到中国制造 因为他觉得是说 中国变成了一个 资本主义 大国之后 事实上就是 很可怕 他也很强的力量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强的 一个加工厂 所以就像恐龙一样 大家都会开放他 然后他在恐龙 他就做了一个恐龙的造型 然后在恐龙的这个 就是这个 肚子就变成一个 Made in China 就是做 成为一个 中国成为一个 资造的一个大国 然后他就会有 很多的小的 眼神商品 可是事实上 他还有一些 眼神商品 好 那所以我大概讲到这里 就是先把我们俩 打的事情 做清楚 然后现在 看看薛小师 就是我们的一些 眼神商品上 已经化解了一些 那个案子有 其实 因为 可能在场 对我们作品 并不是很高兴 其实就是 我觉得 可能说的太多 可能说的太多 就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如果 如果 要生产衍生物产品 或者艺术眼神 大概 东西也比较高兴 因为 这种眼神品 会 会进入更多的 艺术喜好品的手里 他会 扩大艺术家的影响 他也会 为 艺术机构 这个 募集 因为艺术眼神品 大概永远是 艺术家跟艺术机构合作的产物 艺术家拿到其中 从小的一部分 然后艺术机构 可以拿到一部分 然后 然后 守护病 所以 就是 在这一方面 就比较一般 不太具体 就是 把自己的 能够过程的研究 做出来 我觉得 像单位这样的作品 他要是 要做 对这个研究 他会比较很异 就是 等于说 他的很多摄影 或者说明信片 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它是摄影 它是 通过印刷复制 来 来 收产出来 所以 它是跟这个 这个 这个 媒介 口分 其实 更简单 当然 也许 终于这样 我在单位的话 我就宁愿 不允许 任何 我的作品 变成 因为 我的作品 必须要有一个 真实的尺度 它不能缩小 如果缩小 它就 把我想 展示给别人 那种 自己感 那种感官 它就 削弱 那我 也许就 根本不允许 有这么大的 我们 摄影 但 这个 就是我的想法 他真正的想法 能 打败 就是 我 因为我测展大部分 是跟 WH家 所以我刚才讲的 我大概 事实上 出发的 WH家 他们等于创作的整个 时代背景 他们怎么样跟市场接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几个案子 包括一个事情 WH家 非常有名叫 跟何兰 非常有名的建筑事务所合作 等等 然后 我最近的工作花 包括我们现在有 随老师在谈另外一个 可能跟一个 史上 的 designer 在合作的一个 所谓的跨界 对我来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呢 有些很多人会跟我讲 西英勇还是国富正业 因为在我们的眼里 好像感觉是说 纯艺术是上次最高的 什么时尚 衍生上 等等 在我觉得不够纯粹 当然我们自己 会有我们自己 自以为是的那一套 但我觉得这东西 我觉得有意思是说 我在见证了 中国专业艺术家 或者是台湾艺术家 他们在整个 专业过程当中 还有跟市场结婚当中 我觉得他们好像 缺乏一些东西 那这个东西 缺乏的事实上 他们是在他们的艺术生态 还有艺术教育的过程当中 所没有给他们的 所以我觉得是 藉由跨界这个概念 他们事实上 可以去试试看 跟不同的 专家的合作 他们去学习一下 他们的工的思维 跟他们的工作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找了一个 那个建筑师 跟一个艺术 在艺术家里面 往往会发生 没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建筑师思考的方式 当然跟 雕塑家想的不一样 那因为不一样 所以才促成 他们两个会 开始用 所谓的 box外面 相互外面的思考逻辑去理解 这个东西 最后会 找到一个平坦间 而且通常这个平坦间 事实上是 蛮有意思的 然后说到一个更具体的 例子就是 那个 我们之前有 看了一个案子也蛮有意思 就是日本有一个 一个系列的 背叛 他们找日本最有名的 像十个建筑师 包括伊东孟宿等等 他们做这个东西 其中 我觉得有一个建筑师 他设计的茶杯 实际上很有名的意思 这个案子 事实上是日本 我具体的问题 就是日本人的地方 他们会让政兴 那个当地的一个 搔遥的技术 所以是一个公益的事业 他们就请了 日本最有名的十大 建筑师 来帮助他们设计茶杯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所谓的跨界 建筑设计 施展设计茶杯 这个概念 那 我自己就觉得很有意思 其中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就是有一个茶杯 就是有一个艺术 设计师 他就自己 人家就问他说 你要怎么设计这个茶杯 他说 我不知道要设计这个茶杯 但是呢 我常常喝茶 我就觉得我在 喝茶的时候 一直遭遇到一个困扰的问题 就是说 我每次茶 倒到杯子 然后 过了一阵子 茶杯里面 还没喝完的茶 一定会变 冷掉 那 这时候我再拿来 喝也不是 再倒上去热也不是 因为 喝茶 应该喝的 这时候也具有某温度的 所以他就想说 这个事实上是我喝茶 都一直不会挠我的问题 那我今天倒有这个机会 来做茶杯 我就想想他 我有办法用 建筑里面的地学的原理 来设计一个茶杯 比较能 让热能 就是留在杯子里面 而不会泡出去了 所以他事实上是用建筑的 这个盖里面 来设计这个茶杯 所以他设计出来 茶杯的形状 就很有意思 就有点像这样的 很原型 这样子 然后外面再做一个套 所以那个热 就容易这样子 在里面流 而且外面还有一个 类似一个 CX 就比较不会散的出来 所以他的形状 就很奇特 可是功能 就我觉得就很符合 每个人喝茶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 就让我想到 事实上 跨界这个概念 事实上我觉得 对于台湾和阿富池 来讲 我觉得都很重要 因为 藉由这样一种 练习或者是 跟不同领域的合作 我觉得可以 开发他们的一些创造力 而且是了解 不同的专业的 一种工作的方式 然后看看能不能 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话 会会到他们自己 本身的工作当中 所以这只是 我个人的 的经验 那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的参加 谢谢 也谢谢薛老师 拍摄 听了